大家好,今天就到个地方看看地 我现在是在明堂里拍的 看看这个山 这个血腥非常圆 这也一个血腥 总共这是挨拔两个血腥 这是个龙虎也算是 血腥不圆 不圆就血 下面大血腥 这两个血腥 里边下血 再把它插出 两个血腥 那我们对于这种血腥 那边把血腥拉一下 这个血腥 看起来 大家看啊,这个是血腥 血腥 这两个血腥 这冯山的是 冯山的在这边这 下个麦下来,也是第四暑期 就起阶线了,就暑期之后又起个阶线 两个阶线在这下沙过来收水 这个外面也很舒服,环保有情 这个外面也不够起来 看好啊,先接着看,回来来到这个血清根片 浮光,看不太行,手机不太好,待会加量 那这学习一样,这个学习一样 这个是不能起来下麦,不会起麦下来 大概能解决 血清,咱先看一下龙虎情况 再看一下青龙情况 青龙,这也是收水 下沙收水,青龙 这是外塘落成,青龙 非常有力端庄 血清,巨气十足 看白虎情况 这边是白虎 这边是父母山,这边下麦 过来的 想让这边是白虎一城 想让它环保过来 整个糖菊可以说是 过去的非常严谨,非常紧实 这个糖菊不是很大 待会看它是属于回笼雇主 回笼雇主 这个血清在这,这个像是往回笼雇主 这方向立好的,还是说 往其他方向 大家会可以在评论区 写个评论,大家会可以去探讨一下 在这里,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待会一起讨论,觉得有个互动吧 在水是不是 本在现在,接下来这个地的水的情况 在这个里头,这个凤山脚下 有条水,算是有个绿色,这个树这块 根底下,万万去流的 万万去流的 也就是玉带水,环抱,雪场 环抱,雪场 从这个青龙下沙 这就是白虎下来,龙虎交崖 锁的这个水口 在这个青龙外边,白虎外侧 也有一道水,是从白虎这方向 往青龙这方向流的 它是一条江 因为江流一百多米跨的 一个大江 其实也接待江边的算是 这个青龙这个特别高 就是比白虎明显强不少 但是因为这个水吧 一个是明堂的玉带水 下面看,让它环抱过来 这条河水 玉带水过去 青龙和白虎交崖锁水口 也是地户壁 这边还有莱乐城也是堵这个水口 地户已经完全壁死了 山方锁的一个水 地户已经完全是壁死的 看这边是来水是天门 你看多开过 天门开 刚才那叫地户壁 才是只来不去 既能来钱又能攒住钱 有钱没有事 前边这边是甲提前凳的 以前是提前凳的这块 这是水田 也是叫苍板水 一块一块 苍板水 也是明堂 水聚明堂 苍板水又水聚明堂 安身位置 多漂亮 天门开 多开过这天门 来水房 而且这位置做的也是比价 封 肯定要出门 出门 往下走 这个人 有光阴 下沙搜水地湖壁 所以这个地是有文贵 有发财的 血腥有利 来卖的也是三联串竹 结学 也是非常贵气的 现在看下这个分房的情况 血腥虚无有利 明堂那是玉带水 天门开 加苍板水 加玉带水 有地湖壁 所以说 血腥有利 水也好 明堂水也好 主的是二五八房 必发富贵 必发富 这个来龙有利 素气素 起立立过来 三联串竹 贵气 血腥全无有利 而且青龙坊这位是特别断壮秀喜 所以说 掌坊 这是白虎坊 所反的 这是白虎坊 所以说 三坊 肯定要出关 三坊出关了 而水还是从这边 右边到左边来的 所以说三坊是 既有关柜 又有富柜 既有关又有富 三坊 这个青龙这边呢 下沙收水有利 龙骨交亚锁水口 尤其这个青龙沙呀 收得特别漂亮 这个青龙沙下沙收水 收得特别紧 气势非常大 所以说掌坊 要发富 肯定也要发富的 因为它收水 收得特别好 就是说你在明堂这边 来了多少水 苍斑水也好 鱼带水也好 来多少青龙 在这块 一幅当关 万幅莫开 全能收住 而且外面还有个罗生沙 也是在堵这个水口 就是掌坊 也要发富 所以整个地来讲 就是富贵呀 都是比较绝衡 就是炫星有利 苍斑水 御带水 258 白虎坊 端庄秀气 也是凤木山来龙 非常秀气 有劲 山坊也要差不了点 散坊就不用说了 青龙 一幅当关 万幅莫开 所以说它也要跟着法 而且法的也不小 收水收得多严实 低户必得多严实 就是这块 整个量这个汤菊 血洗了 整个汤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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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